就算你还没看多这部电影,也一定早就被各种公众号刷屏,我是完全不知道这种电影是怎么过神的,但它就这样写淋淋地摆在了我们眼前,我不是要神,片中的一个身影,令哈小弟倍感惊艳,他就是王传君,但如果你专心投入这部剧, 就很可能会完全忘记他,就是曾经出演《爱情公寓》的关谷神奇你不知道的王传君电影中,王传君饰演的吕兽艺,是一名曼丽白血病人技,管他一直有健身的习惯,但这次的训练可不是为了健美,为了演出绝症病人的真实转, 看王传君每天跳绳八千个硬生生减重,二十多斤开拍之前,王传君和曼丽白血病人相处,他们告诉王传君,趁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要多吃点,化疗才扛得住这些细节,都出现在电影里, 那场边吃包子边等并有的系列导演和王传君不断重来等到终于满意,王传君已经吃了四十四个包子,中途吐了三次更让导演动容的屎,最后一场戏他逼着自己两天两夜不吃不睡,只为展现出病人逼死前的哭稿最终, 他做到了拍摄当天镜头里的王传君,几乎不用化妆,就已经足够虚弱红的眼眶对着虚,争说了一句头发剪得蛮精神的, 荧幕前的观众都哭得稀里哗啦,这也让喜欢王传君的人出了一口恶气,他不用看别人脸色,终于做回了自己, 还记得当年百度人口碑狂低郎家为发微博力挺我喜欢,随后八肝子打不着的明星都要喊一句我也喜欢只有王传君一句大实话, 我的天,那电影是当谁没看过吗?烂不烂心里真没点苦,从这居然之后,王传君沉寂了很久原来, 他跑去找他自己的在话剧工作坊免费帮人读剧,本报导演大师班,学习电影知识直到, 他遇到罗曼蒂克肖王时脑袋的歪斜,身体的前倾都是这个角色的特点,流里流气,就这么被演出来了, 如今催人类下的老吕,更让王传君这个名字正是回到大众的视野, 而且是以他想要的样子很多人喷他放着,让他一炮而红的爱情公寓,不演来演这种剧这种人啊, 最后不免谈谈电影这部电影就讲了这么两件事一, 要太贵买不起,命就要丢掉二,是挣人钱,还是就人命电影中, 对药价昂贵的原因并没有做太多的说明,于是有很多人认为, 药卖这么贵就是无良的制药商,在赚黑心钱半期时, 这可能只是凤毛麟角正办药,一步步流传到病人手里中间, 要经过无数道关卡也计会,只要多增加成本研发一款新药的成本, 可能高达数百上千万,但不是每次投入都有收, 一一大批药无法销售,就意味着投入在这些药商的成本, 可能要套着研制成功的药物,来收回质疑仿治药, 是否真的就是救命稻草,电影也提到, 所有的医生都不建议吃仿治,因为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不同, 也足以把一个病人直接推入死亡, 但是对这些病人来说,这又真的重要吗? 这里面太多的取舍与利益,可能并不完全如电影脸的正义, 邪恶如此分明令人被感欣慰的事件, 影结尾的三句话, 让国人看到希望同为主人公的陆勇, 在上百名白血病友的联合抗议之下被法院判决, 不罪判决书上,这样写, 如果认定鲁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 将被离刑是司法应有的价值观, 一,与司法被明的价值观相悖, 二,与司法的人文观怀相悖, 哈小弟相信,有这两句话国人有救, 真心真心的希望, 这些不幸的人的脸上, 有朝一日都能有笑容集结的光,